基本上我是取自於那個之前跟各位講過有一個參考用書 在雲端上面有個那個叫468招有沒有 那其實468招他的目錄啊就在這裡他其實分9類啦因為9類我覺得太細了 那其中他32325其實就是325就是這個325 其實就是這一題啦重組 那你會發現他裡面只要有一個題目就會有哪些函數的應用 不過我後來發現他那個解的方式有時候我不是很喜歡所以我基本上 我都會把他解的方式重新用我自己習慣的方式重新解一遍 反而我覺得更清爽 那你可以參考啦另外他這本書裡面沒有VBA 不過我的習慣就是 可以再把VBA加上去 反正呢就是練功嘛如果你以後希望能夠 把自己的這個VBA功力 也是有函數跟VBA功力提升的話 反正就是不斷找問題 那如果你的問題都可以見招才馬上做出來那應該你慢慢你的功力就會大大提升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什麼案例的話不然你就拿這個來練習啦 另外的話呢 我後面的課程其實有陸陸續續會補一些啦 所以也許以後如果你還要 繼續學習啦 我建議這樣這種課程 好像你要一次就聽得懂完全都能夠應用 這樣不太容易 所以也許你就慢慢 也許我有新的影片 新的教學 也許你可以慢慢再Follow一下 那也許慢慢的你可能越聽越 可能越清楚啦 那剛開始也許比較辛苦 你也許就是 多花一點時間 那我們剛剛114-32藍 不過這邊有一個公式 第二個的話把這個公式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 其實就是這個搬到這邊來 我把它用顏色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那這個是列 這個是藍 指的是前面這個範圍 哪一列哪一藍的意思 那Index就是幫你把那個索引搬過來 那後面的話呢 還可以切割 切割的話我這邊想了兩個 兩個方法 一個是MID 加LEN 一個是REPRESS 不過後來發現 哪一個比較簡單 好像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當然方法很多 不過呢 最後請你找出最簡單的那一個 所以把它向右 先把這個先抓過來 然後呢 我這四個藍 先讓它怎樣 藍寬自動調整一下 OK要講過這樣選 點兩下 真的蠻快的 接下來呢 當然你要把 貿號前面的東西拿掉 怎麼是最快 其實 這邊呢 我們可以 怎麼樣呢 一 先把那個公式 裡面的公式剪下 OK 或者你不剪下也可以 你就是如果 怕太複雜 你可以先在底下練習 只是說你到時候還在反回來 然後 那我們就是 現在下面練習好了 比較簡單一點 第一個先用MID的函數 文字類裡面 那MID的函數前面又蠻多的 所以第1步的話呢 我們就先MID的 告訴他文字在這裡 入職時間 那他會問你說 STAR LUMBER STAR LUMBER從第幾個字開始啊 1 2 3 4 5 6 第6個字開始 所以呢 前面有訊息 是根據上面的東西 所以你這邊可以 先給他文字 第2個從哪個字開始 用LEN 填瓜 LEN我們第一堂課就講過了 算 那個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嗎 入職時間 4個字 但是我要從 第6個字開始 所以加2 因為冒號嘛 冒號的下一個字 加兩個字 接下來的話呢 他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 你要幾個字啊 那幾個字的話 你以前的 本來相反說 那我是不是要 然後計算什麼 總共有幾個字 然後呢 扣掉 那個什麼呢 這個 前面的欄位 然後再加上冒號 後來我發現太麻煩了 因為後面的東西 我都要 所以其實 你可以輸入99 90 你想說 突然來個99 其實後來我發現 這個99的意思是 我要 只要那個數字 超過我要的那個長度就可以了 意思是後面的資料 我全部要了 你要9999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 99就OK了 意思後面我全要 我也不管幾個字 反正通通要了 這樣感覺好像簡單多了 不然的話你還要算有幾個字 太麻煩了 所以呢你會發現就把資料帶過來 有沒有 按個確定 那確定之前 可能還要再想一件事 待會的話我會向右向下 所以這個當然可以跟著上面動 但是呢特別注意 LEN D E 因為我將來抓一定要抓 藍位名稱 所以藍位名稱 橫向 要變 有沒有 但是呢 縱向 不能變 所以這邊的話請你在E的前面 加個前的符號 沒有加的話 它變成向下 它就變換位置了 那向右要變喔 D藍 E藍 F藍 G都要變喔 所以記得這邊要鎖一下 按個確定 試一下向右 向下 看一下 應該 OK的 沒有問題 有沒有 那只是說呢 我是現在是把它放在下面 當然最好是乾脆你一氣呵成 怎麼樣一氣呵成呢 直接把這個減下 然後呢插入一個MID的函數 所以你最近使用過MID嘛 然後把公式貼進來就可以了 OK你就不用分兩階段一階段就好了 貼上喔 然後STAR LUMBER就是這個的長度 LEN LEN前括弧 點一下這個 後括弧然後記得把這個E先鎖一下 然後並且幫我加兩個字 貿號的後面那個字 幾個字要啊 99 按確定 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剛剛INDEX貼在這裡 加這個 上面喔 算1234加兩個字 就是我要開頭那個字 然後向右 向下 全部完成 再選這四欄 點兩下 大功告成 OK 那如果做完之後 其實 請各位 再把這個複製一下 改IN IN RECT OK 這個 INRECT函數的話 IN D 打字 OK 如果說呢 剛剛INDEX嘛 如果我要改的INRECT 也沒有辦法 試試看喔 INRECT 畫面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是利用MID啦 其實在雲端上面我還有放用REPRESS 因為 之前呢 我記得REPRESS好像是那個 那個書裡面 用的方法喔 我覺得REPRESS也可以 如果REPRESS好像 相較於剛剛的方法 又稍微複雜了一點點 所以喔 其實有的時候就是要斟酌 很多種解法 但是呢 哪一種解法 最精簡 最簡單 而且呢 呃 就不太需要特別去 去記 新的函數啦 如果舊的函數都可以用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用像MID 大家都很熟 如果你用REPRESS 你又不太熟 那就可能容易出錯 所以這部分的話也許啊 請各位 試一下用那個MID函數 把那個 剛剛切出來 就是 的 結果 再把 前面的欄位名稱去掉 這樣的話很快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其實工作裡面其實還蠻多類似像這種案例的 每天 因為你要從 可能外部撈 像撈資料 撈資料庫的資料啦 撈那個網路上面的來的資料啦 或者是說其他 檔案的資料 那你撈過來的東西通常都不見得是 你要的資料 那你必須要做一些 處理 OK就類似像這樣 他來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辦 你要快速把它處理成你可以用的資料 否則你沒有辦法做後續的動作 包含就是產生爆表 其實很多時候產生爆表你要先把資料正規化 如果你沒有正規化你那些資料根本 不能用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前置 其實主要就是 幫你把資料快速產生變成你 你可以用的資料OK 這一點可能 蠻重要 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就是多一個me的函數 好嗎